在学校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国防身 在联队他竟成了不受待尽的头疼钉 想方设法不料弄巧成竹 堂堂大学生居然没有用武之地 后进排长率队勇夺第一 传统老三样究竟藏着哪些秘密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讲述 排长是个国防身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伴随着越来越炎热的天气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再次逼近 都说高考有两道坎 考生们不仅要在考场里发挥出色 在选田志愿时也万万马虎不得 近年来 国防生渐渐发展成为军队重要的高素质后备力量 也因为其独有的定向分配优势成为了众多高考学子以及家长们竞相追逐的目标 在很多人的心中当国防生似乎是一条通向成功的捷径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我们就带您去认识一位国防生 让他来和您聊一聊他自己的成长历程 这里是我们海防八团战友情战斗力歌勇比赛的现场 我叫高军 是海防三连的一队排长 现在是三连歌唱队的指挥 这次比赛 我带领歌唱队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战友们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不过说起来你可能有点不信 就在半年前 我刚来联队时 还只是一个让大家都十分头痛的国防生 他们飞到联队起初的时候 我是不放心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国防生他毕竟没有说基层部队经验 我是体干一个体干生 对他们国防生应该是多的时候比较了解一些 首先他们适应期是比较慢的 他们身上有一股学生气 对于我这个刚下联队的国防生 联长心里早就有了些底 但是我给联队的其他战士 却留下了这样的第一印象 人比较老实 很多人都不懂 很多人都不懂 然后要不就像那天 大家讲的一样 一个排长他不懂的时候 他在那里 他都不知道该讲什么话 其实我的心里很清楚 我虽说是个排长 但在战士们眼中 其实和一个新冰蛋子 也没什么两样 既不能指导他们训练 也不会开会讲评 甚至连一日生活制度都不清楚 私下里 他们偷偷给我起了个绰号 叫三不管排长 刚踏上排长的时候 感觉比较复杂 或者说感觉脑子一片空 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需要干什么 旁观者清嘛 站在旁边看的时候 可能看得头头是道 有一有二有三 但真正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脑子一下懵了 为了早日摆脱三不管的雅号 尽快融入这个集体 我思前想后 准备采取分散难点 各个击破的办法 第一步 我先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新兵 套起了近乎 就每一个人每个人使劲往上贴 然后跟他们拉家长 然后一起聊 一起训练 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然后在空闲的时间一起玩 打成一片 比如说一起看电影 一起玩游戏 我本身爱好也比较广泛一点 然后跟大家玩的比较多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 很快我就和牌里的新兵 打成了一片 然而没想到 我正在为自己打开新局面 而得意时 却遭到了几位老班长的反对 我们在这边训练 然后他呢 就是这边转转 然后那边看看 然后就是做自己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是 没事就和他们 亲密啊 在一起聊天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组织训练过程中 感觉挺被动的 然后当时就对他心里 也有点排斥 有点反感的样子 本来一腔热情 没想到却起到了反作用 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和理论 到了这里 好像没有了用武之地 我意识到 要想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军人 我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我心里也很着急 因为毕竟在一起为谋起政 挂着一个班长的名弦 这个不干活的话 肯定自己心里也过不去 尤其是像我们连队 他有一些很好的一些传统 而且有一些荣誉 在这样的连队压力尤其的大 做不出成绩的话 心里也非常着急 就在这时 连长找到了我 带我来到了连使馆 认真仔细地给我讲述了连队的历史 台方三连 曾数次被表彰为 基层建设先进单位 先进基层党组织 1990年 被济南军区授予 尊干爱兵模范连 先后多次立功授奖 墙上满满的锦旗和奖状 就是最好的见证 从荣誉时出来 连长交给了我三样东西 并分配给我一个任务 我们连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就是老三样 有个萌布手链筒 有一个软体胶鞋 还有一个治病禄 我做梦也没想到 连长分配的任务 就是让我每天 带着连队的老三样去查铺 萌布手垫和软底布鞋 是为了不打扰战士们的休息 而特别准备的 治病禄 则是连队干部 了解战士心理和思想状况的记录本 应该说是第一次见 在新鲜之余也非常的受感动 因为这些东西都非常的细小 非常的细微 但是可以看出都用了真心 看到老三样的时候 我真正体会到 连长所说的三连 尊干爱兵模范传统的真正含义 爱兵并不是和战士不分你我 而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上 去关心他们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 彻底改变了我 也改变了大家对我的看法 现在这样的紧急集合 对我已经是家常便饭 但我第一次参加全联重装演练 却出了一个大洋相 当时我负责留守任务 由于过度紧张 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应该说是知道 没想起来 后来大部队回来了 大部队带回 在门外集合 对武器装备进行清点 这个时候带着几个人 思路不太清晰 还是接着在监控室里面守着 也没有出去参加集合 他是第一次组织重装的演练 所以是出现什么时候呢 出现了一次 他带着几个战士 在监控室里边在那站着 没有其他动作了 就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像一定的普通战士一样 由于没有完成任务 我受到了连长严厉的批评 并且受到了重装跑步的处罚 重装跑的时候 心里面 本来说懊悔吧 这个东西确实是怪自己 同时也连累了 起名其他留守的同志 应该说他们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在我 看到因为我的错误 而受到牵连的战友 我心里比身上的悲囊 还要沉重百倍 可是跑着跑着 我却发现 战士孙泽明的脚 一拳一拐 好像是受理伤 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回了寝室 然后当时鞋一脱下来 当时看到那个场面 应该说每一名同志 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非常的揪心 非常的揪心 他那个指甲 应该说就是 一半连着肉 一半就有点 晃晃悠悠就感觉要掉那种感觉 确实 看着很揪心 由于孙泽明伤势比较严重 流血不止 而军医又不能及时赶到 我在咨询军医之后 决定先替他进行简单处理 当时也没有多想 只是感觉 这个事情应该是我去做 这个事情应该是我去做 因为他是我的兵 刚训练完 刚刚训练完还穿上多长靴吗 可能刚刚鞋上还全是泥 先不说处不处吧 就是先把脚 拨在怀里 这种感觉 确实 应该很感动 没想到这么一件不起眼的小事 却改变了很多人对我的看法 很多战士后来告诉我 从那天起 高军不再是大家眼里的三不管牌掌 而是一个自己人 那个印象感觉越来越好 如果确实这么一想 如果患者是我的话 当时是我的话 我会很感动 觉得这个派长 怎么把我们当兄弟看 当成自己人 这些变化鼓励了我 我也渐渐意识到 作为连队的一名干部 必须具备良好的军事素质 为全排战士做好一个榜样 所以在休息时间 两位军事素质 十分过硬的老班长 就成了我纠缠的对象 他们都是实打实的 很过硬的军事生活 进行了几年的培养 军政素质是非常的扎实 全面的 而我们毕竟在地方高校 这种锻炼 相比来说还差很多 在连队考核中 为了不给牌里拖后腿 我知道除了吃饭 睡觉以外 训练场是我唯一 应该去的地方 那个手回来动的 真是有时候讲 也是看得挺心疼的 都化浓了 动得和面包一样 刚回来之后 问他怎么样 那个手怎么样 自己说没问题 自己搓点药就好了 但是我们看的时候 感情的确实是非常感动 渐渐的 我成为了连队中的一份子 战友们也在我身上 发现了不少闪光点 当主持人 那是我们去谈谈开会的时候 的主持 给我第一个感觉是 就像一个好像是 没有经历过这种人 他主持得非常好 就是两部变色 心不跳了 感觉比较好 声音气质 非常好 感觉这个派当 一下给我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我的文艺特长 在连队传开后 连长交给了我一个紧急任务 他让我率队参加团里组织的歌庸比赛 可能是怕我有压力 连长没有提任何过多的要求 但连队荣誉强上 所有第一名的奖状 都在提醒我 三连的传统 就是见红旗就扛 见敌就争 他很有耐心的去教大家 你就不想像我 有个像我的话 我就没那么耐心 好有个大家练不好 我就想采用一定的措施 去对他们 但他不 他是一遍教一遍 不会让大家修一遍 修一遍之后再练 很耐心的教大家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 我们三连果然不负众望 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来三连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三连传统的老三样 依然每天伴随着我们 今年我还和战友们创新了 海防三连新四样 那就是为每个人 建立一个军网微博账号 一个电子影像库 一本心理情语表 一份成长成才档案 现在我在连队的 另一个特殊任务 就是教战士们 在军网上建立电子微博 这样连队的干部 就可以从这些微博里 了解战士的思想 做到多方面的有效沟通 现在在连队战友们的眼里 我再也不是那位 三不管的国防生 而是一位称职的台长了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海防部队 欢迎你来我们三连看看 请记住 我叫高军 与其说三连见证了高军的成长 不如说三连这个环境 慢慢改变了高军 在拍摄节目的过程中 每当摄像师拍摄时 三连的战士们 总想在我安排的镜头里 给加上三连尊干爱兵模范连的棋子 他们说这才是三连的特点 而我对他们说 这面旗帜不需要在我的镜头里 因为它其实早已飘扬 在每一个三连人的心中 加油高军 加油三连 高军 高军来到三连已经整整一年了 这一年当中 有泪水 也有汗水 有失落 当然也有收获 令人欣慰的是 高军没有一直躺在国防生的身份上睡大觉 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特长 在基层连队里 创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 合格的国防生 就是高军这个样 看完了高军的故事 选择填报国防生的同学们 你是迟疑了 还是更加向往了呢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阳光 沙滩 海浪 高温 高湿 高岩 这里到底是度假圣地 还是生命的禁区 台风 烈日 巨浪 多变的自然环境里 气象人将怎样貌似观测 从意气风发的年轻学生 到两鬓斑白的手交老兵 二十年来 他为何对这片小小的胶盘 如此忠贞不语 和平年代 下期为您讲述 南海气象兵